这是亚洲最赚钱的职业之一 它就是马来西亚的金丝燕窝采集工 他们7天就收集200斤燕窝 然后净赚了140万元 这样的工作你羡慕吗 在马来西亚东部雨林的哥曼东岩洞里 居住着成千上万只金丝雀 他们在岩壁上住满了密密麻麻的巢穴 以至于吸引了无数的燕窝采集者 为了保护金丝雀能正常的繁衍生息 当地政府规定 每年只有4月9月和11月才可以收集燕窝 而且最多只能采集一个星期 眼前这群背着包拿着袋子的男神 是这里的采集工人 他们不想错过这赚钱的大好机会 所以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 将一个星期的衣服收拾好后 他们就要前往岩洞了 出发前需要先检查一下药缸梯 他们是要采集燕窝最重要的工具 那些善于爬梯子的人 就是采集燕窝的高手 刚入门的新手只能从拉绳子做起 然后再一点点往上进升 每一个采集工人都想成为一名采集高手 这样就能获得更高的报酬 准备好要用的工具后 他们分成了两个小组 一组前往岩洞 另一组再开始爬山 半个小时后 爬山小组就来到了一个漆黑的洞口 这里是洞顶入口 他们小心翼翼的往里爬 脚下是150米深的悬崖 一旦失足就将粉身碎骨 工人们将绳子从上往下放 好让下面的人把梯子架起来 搭设梯子是整个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 而眼前这根绳子就是燕窝采集者唯一的生命线 在洞底入口 几个满头大汗的工人 运来了重达200斤的神梯 他将与钢梯一起配合使用 接下来工人们要把梯子竖起来 把地面与洞顶连接在一起 然而地面就离洞顶足足有150米 但是钢梯只有120米 他们必须把其他梯子也搭在一起才够得到 此时洞内温度高达了40摄氏度 工人们还没有开始采集工作 就已经开始满点大汗 等到洞顶的人将绳子扔下来后 底下的人终于可以搭梯子了 他们凭借多年的经验 将梯子固定在金丝燕窝附近 紧接着底下的工头开始指挥十个壮汉 将钢梯慢慢拉起来 如果操作过程稍有不审 所有人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 将梯子竖起来后 一个工人从洞顶下来 他左手拉住神梯 右手拉住钢梯 底下所有人都十分紧张地看着他 但他依旧从容淡定地拉动钢梯 然后又用绳子固定他 除了拉住一根绳子外 在身上没有多余的保护措施 要是不小心脚底一滑 就会坠下神梯 好在他最终顺利完成了任务 大家悬着的心 总算是放下来 搭建好梯子 总共花费了四个小时 如果没有团队合作 想要获取金丝燕窝 根本不可能 接下来就是采集工作 为了防止过度采集 政府人员会一直在洞中监督 工人们戴上手套 穿上防滑鞋 就开始往上盘盘 相比以前现在的工具 稍微好一些 以前的人都是直接徒手 光脚上去 危险系数更高 时间一点点过去 其中一名工人 终于到达了150米高的洞底 此时要是换作普通人 往下看一眼 都会吓出一身冷汗 不得不恢复这些采集工人 他们简直就是在拿命换钱 在他们正式开始采集前 底下的人借到 从上面传下来的篮子 他们往里面放了一个水壶 再传上去 因为燕窝的质地粘稠 就要在上面 喷一些水才拿得下来 工人们 使用枣子采集 有时也会直接徒手抓 这些潮雪金丝雀 花费了一个月才筑成 之后 他们又会花一个月来服卵 然后抛弃旧潮 工人们 会在他们筑新潮前 收集旧的 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方式 在工人采集燕窝时 动顶的人 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他们牢牢地抓住山寨 时刻紧盯着掉落下来的石头 只要采集工作 一刻也不结束 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 毕竟 其他的人的生命 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 这个十九岁的少年 是个新手 他看起来非常紧张的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拉绳子 虽然这份工作 没有一开始那么艰难 但他依旧很担心 自己会出插所 不过他很有信心 让自己成长 并希望有一天 能够站到上面采集燕窝 这样就能赚取双倍的工资 变成有钱人 这里的大部分工人 都在四十岁左右 拥有几十年的采集经验 但依旧 避免不了突如其来的危险 曾经有人被上面掉落的石头砸中 从此无法正常走路 尽管这份工作十分危险 但是每年依旧有源源不断的人涌入 此时 工人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 地面的人终于收到了满满一篮子的燕窝 最后 经过九个小时的艰苦奋战 工人们一人扛着一袋燕窝出来了 虽然全身酸透 但能活着出来 他们就已经很开心了 看着满屋子里堆满了燕窝 更是激动的不行 洗完澡 吃上一些简单的家常小菜 再睡个觉 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 工人们早已在洞中忙碌 他们像昨天一样开始拿梯子 但是由于用力过猛 装到了另一个梯子 差一点就造成了事故 好在大家齐心协力 让一切又回到了正轨 只是一个上午都用来处理梯子 现在大家都很饿了 此刻 他们可以在上面休息休息 等待下面的人把午饭送上来 因为爬上爬下很费力 也很危险 下面的人干脆把吃的放到篮子里传上去 其实 每个人都早已习惯这样的就餐形式 而且一个简单的炒面 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饭后 他们撸起袖子 继续干活了 工人们靠在梯子上采集燕窝 没有丝毫的恐惧 他们彼此配合默契 一个个 就像是走钢丝的飞人一样 当其他人都在作业的时候 一个公宅从峭壁上下来的 他一只手拉着绳子 一只手去剪掉落在地上的燕窝 这些燕窝价值不菲 没有人会浪费一个 经过六个小时的努力后 工人们收获破坊 之后 他们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依旧像昨天和今天一样来这里工作 直到七天后 工人们总共采集了200斤燕窝 这些燕窝被分成了两种 越白的卖价越高 马来西亚70%的燕窝都来自这个燕窝 经过加工后又被分成了几十种 价格从6400元到3万元不等 他们的老板将所有的燕窝卖给当地收购商后 一共赚了140万元 收购商经过加工后 一半以上都会出口到国外 价格更是翻倍 这就是马来西亚最危险也是最暴力的职业 这样的职业你敢做吗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